因為我們這個剛剛做的007這個 你把它存檔的時候記得不要直接存檔 你要另存新檔 然後呢 記得那個存檔類型 一定要存成啟用聚齊的活業簿 不然的話 你剛剛寫的VBA就全部消失了 這個可能一定要注意 OK 按儲存 那這一題應該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Ending OK 那最後的話呢 其實後面還有幾題練習 那假設我上課時間沒有講到 你們回去有想要做練習 也不妨可以做做看 好像009 這一題的話呢 就是說呢 比如說這邊有這麼多人 假設沒有很多人 因為是練習 所以人數只有9個人 然後那個工資的話 大概就是這些 那假設我希望幫我查出 幫我把前三名跟後三名的把它加在一起 當然 不過這一題其實你可以分階段嘛 你可以第一個先把前三名的找出來 再把後三名找出來 再把它加在一起 那不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 那你說要怎麼把前三名找出來 當然你不要跟我講說第一個 一樣游標放在B1 然後資料裡面的排序 你可以Z到A跟A到 Z到A的話呢 那它就是前三名就有了 後三名就有了 OK 這個有的時候可以 但有時候不行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編號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把它重新排列回去的話 那你頂多是Ctrl T而已而已 不然的話 你可能還要再加一個欄位 把它先加一個編號 然後排完去之後再排回去 這樣好像 不過啦 前提如果假設 我們不能夠用那個排序的方式的話 那你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方法 喔 所以喔 當然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啦 那假設我要找前三名 那怎麼找前三名呢 當然第一個啦 你只要找到那個什麼 排在第三個就好了 為什麼排第三 因為你只要找到第三對不對 只要呢 你的條件是大於等於第三名的那個薪資的話 那就是前三的嘛 所以喔 可是怎麼知道 找到第三的啊 排第三的 那你第三 你說老師排第一我知道 用Max 最低的我也知道 用Mini 應該 但是排第三 那哪一個 其實你插入函數 在哪 在統計的裡面 其實就有一個函數啦 它應該可以插得出來 如果你習慣在那邊 就是晃 就會特別去 所以看一下程式的話 你應該可以猜得出來哪一個 那你可以發現喔 底下的話 有一個喔 應該在這個範圍之內 就有看到了 有一個叫什麼 Ludge 有沒有 那Ludge的話呢 其實它底下就跟你講說 喔 你給我個範圍 那再給我K 那K的話呢 意思是說 第幾大的 所以如果我假設要排第三 那我就輸入3就好了 它就會幫我把哪個範圍之內 它是 從大排到小 然後幫你挑出第三名的 所以按確定喔 所以Ludge 它就可以很方便的幫你把 某個範圍 排第幾個 資料給抓出來 所以按確定喔 那範圍就是這個啦 工資裡面 喔 幫我找一下 K的話就是排第幾個 排第三 好 那找出來 排第3的就是在這裡面喔 排第3就是37,400塊 好 這個是排第3 那接下來的話呢 那我假設啦 只要是大於等於它的話 那就幫我把調 就是幫我把那個做加總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再把這個公式喔 不包含等號先把它減下來 選起來按右鍵減下 為什麼呢 第二個動作呢 我們就可以用加總 然後再加條件 所以如果加總加條件的話 就我們剛剛用過的 就三米弗啦 有沒有 加總加條件 特別是加總這樣按確定 好 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Range的話 指的是條件 條件剛好是工資 將來呢 Sum Range其實也是這個工資啦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比對的條件 範圍跟加總範圍一樣的話 那第三個工作表是可以 第三個參數是可以省略的啦 OK不加喔 第二個的話 條件什麼 你就把這個貼上 可是問題來了喔 如果你假設 你條件給它的話 它最後只會找到一個 就是三萬七千四百 第三名的 可是我要的是一個什麼條件呢 就是呢 我要找到就是它是第三名 所以幫我把前三名加總的話 我這邊條件就很簡單 就是再加一個什麼 大於等於就可以了 但是大於等於喔 你不能直接在這邊加大於等於 OK 你不能加這個 那你要怎麼跟它串在一起喔 這個有一個規則 記得喔 把它當文字看待 所以前後雙引號 然後再加一個m的符號 串接 有沒有 意思就是說啦 請你幫我找到一個條件 就是呢 它是大於等於 後面這個叫三萬七千四百的 OK 那因為它原來裡面是一個文 一個數字啦 它遇到m的符號 把它轉成文字 跟前面這個串在一起 所以最後得到的結果就長這樣 大於等於三萬七千四百的 總total是多少 有沒有發現 它幫我加在一起了 就是 十一萬一千兩百 不 兩千九百啦 OK喔 有沒有 這應該是正確的啦 OK喔 所以如果你說呢 Sumbrange 因為Sumbrange 跟判斷的這個範圍一樣 所以這個可以不加 當然你加也可以啦 你加就是把這個再加大 不過有點像多餘啦 有沒有 所以其實這個如果都一樣的話 那這個是可以省略的 好 按確定啊 然後最關鍵的地方就這個喔 有沒有 記得一定要文字 然後再串剛剛那個 第三名的 它就會幫你把前三名的工資呢 給做出來了 好 按確定 OK 那你說老師那後三名怎麼做呢 欸 其實聰明的各位 應該可以想得出來 這個Large的話 是從大排到小 那如果呢 那如果呢 你要從小排到大的話 那請各位猜猜看喔 Large的相反是什麼 就small嘛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把這個公式有沒有 把它複製了 然後再放到下方有沒有 這邊 我在下面這邊貼上好了 然後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small 欸 有沒有 你打一個s啦 再打一個m 欸 small就出來了 有沒有 small就OK了 打個勾 這樣就是small 但是特別注意喔 方向要改一下 因為剛剛是大於等於對不對 所以呢 因為從小 要比他還更小 所以呢 不認大於等於 而是要什麼 小於等於 不然的話 欸我看數字其外不對 打個勾 欸那這樣就對了 所以後面三名的公司 就是這樣 欸那最後你要怎麼把它 把兩個錢跟後加在一起 那很簡單嘛 你就把這個做完的結果有沒有 再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取消 把它跟剛剛這公司 後面加在一起 不就解決了 有沒有 就是前三名 跟後三名的公司 幫我加在一起 打個勾 欸 答案不就出來了 OK 應該可以知道這意思吧 好吧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當然喔 這個後面其實也可以再轉成VBA 不過喔 難度又更高了 所以喔 如果各位有時間的話 或許回去可以想想看 怎麼樣可以把那個 前後三名的這個動作 如果假設你不要用我們剛剛的這個函數 而是用VBA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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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